同期 head!!! 甜蜜 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翔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我再說一次,我不知道楓素的立場 香港人到今時今日,如果大部份香港人是這樣,我真的很抱怨 老實說,我當然不會說是投共 而是,我覺得真的很清晰 你可以不喜歡江文偉 可以的,因為大部份都是這樣,討厭藍絲 首先他是不是藍絲,我也不知道 你憑什麼覺得他是藍絲,他這樣 他那篇論文 你記得學校讀那些書,你那篇論文可以怎樣寫 我現在當他是藍絲,為什麼不可以做藍絲呢 於是你就爭奏他 但是,我是不喜歡那些什麼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一班KOL 所謂KOL 那種,什麼先天下,現在我看到,你看不到 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老實說,你要這樣無限推,我只是說了幾天 我不想再說 那屌你老母,代表香港都是含家產 如果你這樣說 張家朗來不吵,何師傅,為什麼你不吵 除了李麗山之外,全部都是含家產 應該是這樣的 李麗山那塊,金牌,西金牌 應該是這樣的,正常 屌你,很厲害 我告訴你,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不問是非,只問立場 這個,我不要說這個顏色 其實現在,在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的 就不看那件事情的本質 就是了 所以你說,是不是註定跟香港法務承受 如果我是江文慧 屌你老,沒有跟你們承受,有什麼問題 就是了 直到現在這一刻 江文慧又沒有什麼事情做過,你對不住 就是了 人家入馬會做四萬五元個月的 四萬五元個月,不是很厲害 有些人說到 你嚇鬼嗎 他知道他一定拿到金牌的嗎 老實說,他分分鐘是 拿不拿到這個金牌 他也會入馬會 四萬五元個月 說真的也不多 我很想悲哀 一個三十歲奧運金牌 在Stanford 畢業 倒了金了 然後回大陸 然後屌你老母再下去 找到四萬五元 屌我做爛狗Agent也不想知道 真是很慘 屌你老母 去馬會做四萬 最慘的,連他老爸的底子也會興建 屌你老爸是含家產 我女兒一定是含家產 說來說去說 多麼無稽 當然你們可以很討厭他 但是你要搞清楚 我說服不了你們 你們討厭他什麼 其實我也不喜歡他 我怎麼會特別喜歡他 我又不覺得他正 那時候阿正說他正的 但是 屌你一單 就是現在呢 其實就說 你們 屌炒車 你們要為他而歡呼 嘲什麼 其實是這一刻 我也不知道嘲什麼 車何來 車重何來 好了 老實講 又說普通人回大陸 讀有名氣的大學 不帶清華復旦那些 不會去讀黨校 那你覺得不帶清華復旦 不是黨校嗎 嘲什麼 嘲什麼 你別這麼傻 各位 說真的 如果這麼有部署 搞成這樣 你說喂 嘲什麼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是有些仇富 說真的 我夠膽說 嘲什麼 你就是在窗戶那裏 就在窗戶那裏 有機會被你舔 嘲什麼 100% 是舔了 大家 心中有數 自己不能舔而已 不在那裏講公義 要不要我開名說 說真的 我在這個界別裏 我懂得見我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的人 大哥大部份都是我狠狠的 真的大部份 最真誠最直接的那個是我的 我又不會騙人 你又不會騙我 OK 我又不會貪人家的東西 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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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你們聽節目的 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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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也看不少 我批八字都批不少 嘲什麼 嘲什麼 是我恩怨錢 嘲什麼 說真的 不要這樣 其實 不過是很難說的 現在的人 想起事 因為時勢 其實不關網友的事 很容易撿一邊 不是那裏蠢 是撿一邊 其實整個風氣都是有影響的 整個風氣都批在一邊 嘲什麼 說真的 就是這樣說 比如有時候 看TVB就不行 那你就不要看 真的沒有所謂 我就真的 由始至終 我告訴你 如果說不看TVB 就真的沒有人有我 這麼不看TVB 因為我十幾年前都不看 我不是特別 說真的 我又不會因為政治合場 我沒有理會你們這麼瘋癢 或者我不會這麼煩政治化 他不要看我就不看 黃人也可以吃麥當勞 那你不喜歡撿麥當勞 不是 黃人是吊咬你吃麥當勞 他自己也可以吃 但是他自己吃 當然 他自己吃 但是他吊咬你吃 老實講 都說說來講去 吊你媽 喂 你以為我想 我老爸吊你媽 在大陸工作 做中資公司 他老爸做中資公司 所以要低調 你不可以 吊你媽 你老爸 你老爸 原來吊你媽 是什麽的浸會 不知道什麽的 和什麽的 吊你媽 去中國建築 賺過錢 藍絲 吊你媽 他自己可以 是這樣的 賤人格 賤格 這叫 不要說那些 所以 說一下這些俗國人 第一 這些不是新聞 現在 現在 恆大的清盤人 據報導 已經對羅兵、咸、永道 提起訴訟 指控他在恆大的審計工作中 存在疏忽和失實殘訊 我不說那些細節 也沒有什麽好說 基本上 如果 這樣搞法 羅兵、咸、永道 哇 羅兵、咸、永道 世界級 會計師行 世界級 可以收得皮 為什麽呢 他賠錢 就未必賠得他窮 可能賠幾百億 那麽多 合夥人 那麽多 合夥人 那些合夥人 每人拿幾千萬 對 每人拿幾千萬 全球那麽多 但是 你如果這樣賠法之後 基本上 你是沒有了你的good view 是的 還有 還應該找你去做事 最好笑就是 但是 報道說 中國監管機構 四月以來 就已經是對著多間 大型金融機構發窗口指導 口頭指示 他們不要再用羅兵、咸、永道 你 他幫人家做 做事 現在爆禍 被人告這個不用說 然後反而是中國監管機構 窗口指導人家那些機構 不要再用羅兵、咸、永道 你媽媽 是 真是大謊 所有的東西 你不能夠合作 就是這樣說 所以 比如說 喂 你媽媽 你那個文是混蛋來的 你媽媽 其實不用擔心 如果你有深信 你有信心 如果你也要合作 不用看 很明顯 你以為他可以承拆 按住你的頭來打 這個世界會變的 是 好了 這件事我今天看完 我都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之前我講過這件新聞 結果法庭裏面 辯方 一拿過證據出來 這兩個被告 我看到我都 屌你了 什麼 虎目 盈康 熱淚盈康 但是 他們那時候 怎麼會這麼困 這件事是什麼呢 找到一間居屋 裝修費 因為 就跟財務公司借了三百萬 三百萬 最終欠下三百萬巨債 我不需要 債敢債 債敢債 我首先 不明白為什麼 居屋要裝修得這麼大 也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不懂得理財 又或者 終於找到一間居屋了 或者公屋了 或者買到樓了 就大破慳囊 想著 這是安幕窩來的 等於拍婚紗照 一生一生 其實什麼都無所謂 改善自己生活 令自己開心 但是你都要自己量力而為 好 結果 借公屋 因為公屋裝修 搞人到 你老母子 賺到三百萬 不堪壓力下 跳樓 在愛妻號 的老公協助下 在家裡燒炭 想著跟當時 六歲 和兩歲的兒子 一家四口 一起含家產 最終未能成功 昨天在區域法院求情 因為約而聚成 律師 情相 大兒子 今年九歲 畫的全家福 OK 畫中國人笑容滿面 寫相 開開心心 全家團聚 兒子九歲 法官周彥珠判刑說 被告夫婦燒炭的時候 兩個兒子 不知情的 沒有選擇生存的權利 雖然當時他們沒有受傷 但是心靈受到傷害 考慮到兩個兒子的福祉 就判夫婦監禁九個月 我覺得都是這樣 你不是怎樣 OK 當然希望他的父母 可以出去帶兩個兒子 但是那個小兒子 由自可 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兒子 但是當時按摩的時候 都六歲 現在九歲 已經是知道什麼事 我覺得 這對夫婦出去 接我兩個兒子 一定要和兩個兒子 道歉 解釋認錯 是認錯 是做錯了 如果不是 你說是多扭曲 是吧 怎樣成長 我一想起這些 我就很赤的 好了 被告 女被告 35歲 CYX 男被告 WYC 41歲 同被控一項 有二罪 案發的時候 男童呢 男童呢 大那個是六歲 小那個是兩歲的 OK 按片方求證 就說 弟弟因為太小了 已經不記得這件事 而哥呢 也都不知道 當晚在燒炭 就以為是滅鼠 滅鼠 因為女被告 跟他說 家裡有老鼠 但是呢 報告也都說 兩兄弟都有適應困難症 特別是因為 和父母分開了 他們沒有安全感 其中呢 大兒子 那些阿X呢 是經常感到 不安焦慮 二秋會哭的 OK 那麼 很多求情信 那麼 求情信之餘呢 也都包括了 哥呢 畫的一家 誤口的畫作 誤口還有誰呢 OK 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 沒有說 法官呢 就指示 將畫作 給兩個被告看 女被告的犯人 犯人難見到 那幅畫 就即時痛哭 那麼 那法官 就看了阿X的阿哥的成績表 那些成績不錯 而且是頒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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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繼而指出畫作 為全國人都是笑容滿面 而X呢 這個小孩子畫這幅畫呢 就只不過也都寫上幾十字 很直接的 啊 開開心心全家團聚 嗯 開開心心全家團聚 這些呢 是我們每一個人呢 正常人 都會有這些 這樣的盼望的 但是當這些 正常來說 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 小孩子來說呢 他們的希望 可能是 一個瑞士堂 比開開心心全家團聚 更多 為什麼呢 開開心心全家團聚 在很多小孩 是常態來的 因為我父母有天打疾他的 OK 那他未必有全家的願望 所以無論是有 就是 正常視為常態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經常被父母虐待 所以 不會有這個開開心心全家團聚的願望 也好呢 在這一件開開心心全家團聚 在一個正 就是現在 香港普遍的小孩子裡面呢 是不存在他們優先的願望 但是畫幅畫呢 就竟然有這件事情 就是說 那小孩子當然知道 家裡發生什麼事 也都知道 他父母和他的 其實 在過去的相處 六歲嘛 案發的時候 是快樂的回憶 他說 他爸爸 愛妻好嘛 他說 竟然會 因為老婆欠錢 提出要自殺 他也都英雲 甚至乎 打算含家產 未必有主見 或者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想想 一個小孩子要承擔幾大壓力 六歲 先會 在他的畫作裡面 出現了一些 這樣 當然 你說如果是你們教 有人教 有謀論者 喂 你們倆 現在你們倆倆 為何求情 立即 阿福畫出來 喂 有些人是這樣看事 很多人這樣看事 說實話 說實話 辯方透露 裏被告已經破產 同事 因為被告未能償還 按揭展開民事訴訟 OK 也都收樓了 法庭都下命收樓 而收樓令 就未執行 其他事情我不說 其實有什麼大不了呢 如果你買了一層樓 真的沒有錢裝修 那就這樣進去住 清水樓 可以的 是 是 說實話 我覺得人 人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 適應環境 OK 你環境好 戴口鬆一點 我不要說到 你要做善事幫人 不要說到這麼偉大 是 你不是吃 今天 你不用吃兩頓飯 吃餐廳 有時候 我甚至乎吃鮑魚 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OK 沒有人要求你 不要人吃鮑魚 你吃鮑魚 我五百元拿去捐給別人 如果你這樣做 固然就好了 當然 但是 沒有人可以要求你這樣 只是你自己 不是 你自己肯去就去消費 你自己肯去就去消費 對 好了 但是環境不好 就要看餐吃飯 老實說 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這麼簡單 量入為出的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人 會做到這樣 因為裝修費 可以搞到 遮採債 大不了 就沒有 沒有 沒有 你說 大不了 我說 拿了錢 真是最兇的 你咬我 你大不了 就收藏我的樓 收藏我的樓 就申請公屋 就是 對不對 特別欣賞也要 一家四口 拿到公屋 才是人生勝利 有什麼問題 怎麼會想不開 你自己死 你咬你 怕兩個兒子無人搞 嗯 咬你 咬你 我意思是 拿了兩個兒子一起死 有沒有問過他 不是 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 這麼脆弱的 現在的人 咬你 咬你 你 咬你 說真的 有誰不捱過 你現在問我 人生遺憾有沒有 咬我人生遺憾 有 咬你 咬你 我兒子捱得不夠金 不是 他沒捱過 當然他有他的少年煩惱 咬 但是 如果你說我 我也有 我出生遲 我六七年出生 在我成長階段 七十年代 香港已經開始 經濟開始發展了 就是我不能夠接受 很久的窮困 如果我能夠早出生 十幾二十年 四五年後出生 戰後的 要睡一會 吊一會 我覺得可能對我人生 更豐盛 快一點 性格磨滑 是啊 在溫室長大的 出來受不了 老實說 吊千金難買少年窮 你們 你們 你們明明都是 通常 我們這樣的 我們講一般 行馬運好 過下少年溫 我們講一般 我沒有跟阿楓數目合過 講一般人 一般不是全部 有些人特別命好 有些人特別合家產 沒得講 一般人其實 整個數字 很公道 一定是有甜 酸 苦辣 在裡面 一定 你年輕 原來阿爺 馬公 阿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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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雙方 魚豬魚保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這些就走走運 走走運沒有用嗎 好了 不是沒用 可不可以一帆風遜到尾呢 一定不行 不要說一定不行 這個世界上是有這樣的人的 萬宗有沒有一個 老實說 就算有 就算有 你也不用羨慕 就是 好了 是因為這樣的 因為這樣 他每樣都很容易 到了他成長裡面 一又挫折,先不要說他跳樓死了一點 他那個痛苦度 是啊,很誇張 是大人,普通的,我從小到大 見公,吵你老母,又不能請 吵你老母,做兩天 吵你老母,老闆不知道什麼原因 又炒過我,原來是因為 吵你老母,你完全沒有問題 原來是因為老闆盯著那件廠花 那件廠花好像跟你聊了兩句話 廠花不是追求你 是呀,經過兩句話 老闆盯著你,吵我女兒 吵不問原因,吵不吃飯 有沒有,又有 但是當你經歷過很多挫折 你都習慣了 你習慣了 你習慣了的時候 你當然也會不開心 觸一下對眼 又做過,又找工作做 在那裡等死 老實說,我再說一次 我是完全明白 但是我絕對 反對別人躺平 因為呢,你可以在家裡吃 近老母,沒什麼所謂的 起碼你都找到兩本書 看看,讀一下課程 整點心也好,柔柔也好 就不要完全躺平 浪費自己時間 你明白嗎? 我也是這樣說 那些人沒有運行 師傅,我沒有運行 沒有運行,就讀書 不是,你不讀書 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就算你真的無聊 早上去做義工 晚上去學畫畫 這些充實 都可以的 你不要真的躺平在家裡 嘻嘻嘻嘻嘻嘻嘻 三點鐘起床 三點鐘起床 打兩個機油暈 洗一下腹 臉找點東西吃一下 打兩個機油分 八九點 叫你吃飯 不肯吃 我們放在桌面 雪櫃 點幾個鐘出來 就吃東西了 然後就看電視 看到 他就打機 打到六七點 再又睡 一睡就三點 一睡就三點 這些人 沒用 大把 有 好了 跟進一下 這個屯門若兒案 之前小雪兒 做完手術 現在有個問題 我要跟進這件事 首先大家知道 就是 一歲的女嬰 雪兒 在社區保姆手上接過去的時候 就見到她臉痰 牙都歪了 陷入半昏迷 將她進入醫院 醫院發覺很急性 什麼事 立即開腦手術 開腦 開腦 好了 醫生診斷之後 經過全部 就覺得她是非意外創傷造成的 不是意外 就是人為 但是到現在 只是將當日那個保姆 因為沒有什麼證據 還可以保釋 而她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她 實在這麼小 一歲幾 她是不斷地長大的 所以她本身拆了出來的 她的牢骨 就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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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就說她 其實 最近 就在發高燒 後遺症很多 視力永久受損 現在只看到光和影 正常人的視力是1 現在說2 只有0.1 即是兩成都沒有 老細胞死亡萎縮 右邊身體癱悶 現在雙角是沒有力氣的 右手沒有法舉高 只是能夠訓練用左手寫 剛剛問醫生可不可以 多些訓練底下 用右手寫字下 醫生說沒有可能 因為老包已經死亡 控制身邊 右邊身體的組織都沒有 醫生說沒有可能 也好 這麼小 我覺得會有奇蹟 希望可以訓練到右邊身體 整個康復過程是一波三折 現在身體的針孔已經多到沒有位置打到血管 所以藥下不了身體 現在要在大腿做中央導管 將喉嚼插進身體去到心臟附近的位置 直接打進去 講花費 每個月只有這些 五位措斥 現在的頭顱骨多次延期 因為頭顱和頭骨已經有差距 摺不回來 我都沒有特別講 那要怎樣 難道就這樣 用紙布遮住他 有他長大大定了才跟他做頭骨下去 又不可能 那要是否要做頭骨 是不是要做頭骨呢 有沒有人做頭骨呢 那好像是頭骨 有的 現在的3D技術 這麼鮮進 又或者去用他這個頭骨 因為大小都不對 接駁下去 但是弧度又未必正正確 現在醫生在附母說 小雪兒 將來讀不到主流學校 才讀特殊中心 一定啦 這樣搞話 想一下一個BB 交出去工作 交個嬰兒去人愛堂去照顧 你也信買得過 但結果出來就變成這樣 攝氏機構人愛堂早前回覆說 又是警方正在調查 現階段不再任何評論 你說這些命是甚麼命 你說你為何沒有人負責任呢 你說非以外的就是人為 又或者有人抱著掀手果類 那為何不自己出來拍呢 真的很難搞